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发动导弹袭击的声明 但表示一旦有相关命令及准备采取行动 美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俄罗斯关于在地中海东部 增加美国军事实力的声明只不过是宣传 事实并非如此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下达这一命令 我们不准备采取行动 我们不是在谈论未来的军事行动 或是我们对叙利亚总统使用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如何反应或不予反应 五角大楼发言人补充衬 我们依然对公开消息原关于叙利亚政权 可能对伊德利普省平民和平民目标发动军事公司的报道深表关切 这将导致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后果 我们还强调我们对今后和非法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表示关注 伊德利普省目前实际上未被叙利亚政府军控制 这里有武装反对派的武装分子 以及聚莫斯科和大马士革衬 还有一系列定期攻击叙利亚军队阵地组织的恐怖分子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8月25日表示 叙利亚武装分子正准备挑衅 以便指责大马士革在叙利德利普省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科纳申科夫指出 化物挑衅将成为美国 英国和法国攻击叙利亚国有设施的借口 它补充衬 美国海军在有56枚巡航导弹的苏利文号驱逐舰几日前已经为此抵达波斯湾 而美国空军在有24枚空队DAGM-158JASSM巡航导弹的B1B战略轰炸机 已经布 舒适卡塔尔的乌戴德空军基地科纳申科夫还指出 美英法多名高官8月22日表示 打算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 做出最坚决的回应 这间接证实美国与其盟友准备对叙利亚发动新的袭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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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